女人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 带着九岁的女儿离婚回到娘家 弟弟骂骂咧咧 说姐姐离婚让自己成了村里人的笑话 姐姐说不会打扰弟弟很久 马上就会带着女儿改嫁 这下子弟弟更来气 说姐姐还不如在家孤独终老 自己虽然赚钱不多也会养活姐姐娘俩 要知道在那个年代 男人没有去世女人就离婚改嫁 是要被吐抹心子淹死的 可姐姐却不管不顾 第二天就带着女儿正名 在没人的带领下 直接来到了现任丈夫家 婆婆看到儿媳虽然长得标志 可看到郑林这个拖油瓶 打心里就不高兴 郑林也知道自己招人闲 可为了妈妈的幸福 她也只能默默忍受 看到大家在那里欢声笑语 她独自来到江边 却不小心把随身包包掉入了水中 还好一个男孩及时出现 帮她捡起了水中的包 男孩名叫金乙正 她的妈妈跟郑林的妈妈时就相识 也知道郑林妈妈前夫的事 婆婆虽然脸上挂不住 可嘴里却说远亲不如尽名 以后大家要好好相处 晚上 继父给郑林介绍了她的新哥哥亨珠 亨珠的母亲去世 虽然不反对父亲再婚 可对郑林奴女也没有好脸色 郑林被安排跟奶奶一个房间 奶奶骂骂咧咧 说她妈妈嫁过来已经是自己家的人 可郑林的户籍还跟着她亲爸 所以她绝不会把郑林当孙女 郑林低着头听叫着 好不容易等奶奶睡着了 可战耳欲聋的呼噜声让郑林无法入睡 她只能披着外套坐到长廊上 亨珠起来上厕所 看到独自坐在外面的郑林忍不住好奇 郑林说奶奶的呼噜声太大 自己就算塞了棉花也睡不着 还说外面虽然寒冷 但只要自己不睡着就不会冻死 亨珠不忍心于是让郑林到自己屋睡觉 没有想到奶奶一觉醒来 发现郑林睡在孙子房里 直接破口大骂 亨珠说自己看到郑林在走廊 怕她着凉才让郑林睡到自己房间 妈妈解释说都是小孩子 何况郑林可是亨珠的妹妹 可奶奶却依旧不依不饶 说这样的事情在自己家是不被允许的 再说还没有到一天 亨珠怎么就成了郑林的哥哥 他们两个可没有血缘关系 继父把一切看在眼里 第二天就让人把骨仓改成郑林的房间 这下子老太婆不高兴了 骂骂咧咧说儿子有了媳妇忘了娘 居然不经过自己的同意 就给外面的野丫头准备房间 吃饭的时候 不但不允许郑林娘俩上桌 还让儿子把工资上交给自己 说要给孙子买不贫 说白了就是怕儿子的钱落到媳妇手上 爸爸说亨珠这个年龄 只要好好吃饭就可以了 这下子老太婆更来气了 说亨珠可是他们家的独子 虽然来了一个新妈 可毕竟不是亲生的 何况这个新妈妈也不是很好 亨珠本来心里就对新妈妈很反感 奶奶这么一说 直接放下筷子摔门离开 郑林怕哥哥饿着 于是拿着饭盒来到亨珠的房门前 可亨珠却直接把饭给扔了 在这个新家 郑林只有跟保姆家的儿子凤姐 还有与郑在一起 才能感受到快乐 虽然她也不想回到这个家 可为了不让妈妈为难 她只能忍受着 妈妈不想丈夫为难 让郑林继续跟奶奶一起睡 说只有这样 郑林才能跟奶奶培养感情 可奶奶打心眼里讨厌郑林 郑林知道奶奶不喜欢自己 可妈妈却说让她耐心等待 总有一天奶奶跟哥哥都会接受她的 郑林很委屈 她很想念外婆 于是寻着记忆独自回到了外婆家 眼看天色渐晚 妈妈没有看到郑林 着急地四处寻找 继父得知郑林还没有回家 也要出门寻找 可奶奶却死活不同意 郑林的小腿被抽出一条条血液 保姆阿姨心疼地在旁边劝阻 可奶奶却恶狠狠地说 郑林挨打那是活该 一个小丫头竟然把自己家弄得鸡犬不宁 继父在门外表情严肃 知道妻子是为了消母亲的气 才这么做的 妈妈知道在这个家 奶奶容不下自己的孩子 她想把郑林送回她亲生父亲那里 可继父却不同意 说自从她决定结婚 自己就已经把郑林当成自己的女儿 她绝不允许妈妈把郑林送回去 妈妈其实也不舍得 晚上趁着郑林熟睡 妈妈悄悄地拿着药来到房间 看着女儿腿上的一道道血印 她含着眼泪给郑林包扎好伤口 郑林也知道妈妈在这个家不容易 她不想妈妈为难 只能默默地忍受 第二天 奶奶趁着郑林上学 偷偷翻看郑林的箱子 看到郑林跟爸爸的合影 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指着儿媳的鼻子就开骂 看看你带回来的这个小白眼狼 我们供她吃穿 她却惦记着自己的烟鬼父亲 妈妈说自己离婚 郑林也是无奈跟着自己 小孩子想念自己的父亲又有什么错呢 可奶奶依旧不依不饶 指责妈妈当初就不应该带郑林嫁到他们家 两个人的谈话被郑林听到 原来自己现在成了爹不亲娘不爱的孩子 她含着眼泪来到小河边 与震得之后 就联合凤姐给郑林做了一个带锁的箱子 回到家的继父 又被奶奶一顿说教 指责儿子就是缺心眼 傻乎乎地把郑林养大 到时候郑林还不是要回到亲生父亲那里 何况郑林到现在都不肯喊她爸 可继父却说亨猪不是也没有喊妈妈吗 本来再婚家庭要孩子接受彼此 就有一个过程 妈妈真是被自己的傻憨憨儿子气死了 15岁的孩子学大人喝酒抽烟 爸爸生气地对他拳打脚皮 奶奶看到宝贝孙子挨打 立马就护起了短 指责儿子孙子这样 还不是因为他娶了新媳妇 亨猪虽然没有反对爸爸再婚 但也不喜欢新妈妈和妹妹 这天新妈妈的妹妹过来看望 亨猪对她不理不睬 还说你是来找那个女人的吧 妹妹忍不住向姐姐抱怨 说这孩子也太不懂礼貌了吧 自己好歹也是她的长辈 晚上 新妈妈教育亨猪 虽然你的内心还不能接受我 可最起码的礼节你要遵守啊 可亨猪却说我的是你少管 爸爸本想跟儿子好好地沟通 没想到却看到儿子躲在房间抽烟 于是狠狠地教训了他一番 回到房间的奶奶看到睡到呼呼的郑铭 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一脚把郑铭提醒 你这个没良心的家里都乱成这样了 我的宝贝孙子都要被打死了 你还睡得着 第二天天闷闷亮 亨猪就拿着箱子离家出走了 这一下子奶奶更来气了 直接把桌子掀了 我的宝贝孙子不在 你们居然还能吃得下饭 爸爸因为要出差 得知亨猪住在同学家 于是就拜托同学跟亨猪好好相处 奶奶说现在儿子一走 这个家就要被外星人给占据了 妈妈默不作声 第二天就偷偷地找到亨猪的学校 希望她早点回家 可亨猪并没有给她好脸色 奶奶得知儿子不在儿媳就出门 气急败坏地一脚踢开大门 直接用洗脚水浇了儿媳一身 你这个狐狸精 我儿子一走 你就打扮得花枝招展地去找男人了吗 郑林含着眼泪站在门口 小小年纪的她 知道妈妈二婚还带着自己嫁到这里 妈妈一直不被奶奶带见 妈妈并没有发现郑林 静止来到奶奶的房间请求原谅 可欠嚣张的奶奶却一直嚷嚷着让妈妈滚蛋 妈妈说自己没有向奶奶请示出门是自己的不对 其实她是去学校劝亨猪回家的 奶奶一听儿媳去找孙子 怒气一下子就消了一半 保姆告诉郑林妈 刚刚她被婆婆泼水被郑林看到了 妈妈不想女儿难过 于是解释说奶奶已经向自己道歉了 可郑林还是担忧地看着妈妈 妈妈告诉她 奶奶生气是因为自己没有得到她的允许就出门 郑林实在很想外婆 妈妈不想郑林跟着自己受苦 想把她送回外婆家 可郑林怎么舍得跟妈妈分开呢 郑林趁奶奶睡着以后就偷偷来到妈妈的房间 想跟妈妈一起睡 可门外却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 原来亨猪因为闹事被送到了警察局 奶奶看到遍体鳞伤的孙子 又开始妈妈咧咧了 管家大叔去城里找医生 妈妈眼看亨猪就要熬不过了 于是用土方提取粪便 然后经过无数次的过滤熬制出了一碗汤药 并自己尝试了一下 然后才放心给亨猪服下 当奶奶从医生口中得知 幸亏是儿媳的偏方才保住了孙子的命 心里对她的敌意才稍微好一点 可很快又把亨猪惹事的事情怪到儿媳头上 要不是娶了你这个扫把心 我孙子怎么会变成这样 而刚刚有点好转的亨猪也不领情 一手掀翻季母端来的药 还说不管你怎么做 我都不会承认你是我妈 这下子季母压抑许久的怒火终于上来了 狠狠地给了亨猪一巴掌 说不管怎样我现在就是你妈 我有义务教育你成长 说完转身离开 留下咬牙切齿的亨猪 女儿含着眼泪 不明白妈妈为什么要离开爸爸 嫁到这样的家庭 难道这就是妈妈所追求的幸福吗 女人心中苦 可再婚的她不管现在怎么艰难 也要咬牙坚持住 她已经不能再离第二次了 不然真的要被吐没心子给淹死了 新爸爸给郑林带回来一件新衣服 郑林想到奶奶之前指责妈妈 说自己不喊爸爸 于是第一次开口喊继父 爸爸很开心郑林终于接受了自己 可奶奶却不高兴了 说儿子简直被媳妇弄昏了头 居然在他们娘俩身上花那么多钱 第二天 奶奶吩咐保姆给孙子抓只鸡骨骨 刚好郑林的姨妈过来 保姆热情地招呼留她吃饭 没想到奶奶听到了 立马就冲出来指责保姆 你是这个家的主人吗 怎么随便让别人吃饭 难道你要代光我们家的财产吗 妹妹不敢相信姐姐居然生活在这样的家庭 生气地扭头就走 可奶奶又开始属龙妈妈了 你这个妹妹真是了不起 怎么这么不懂礼貌 不给长辈请安就离开了呢 郑林一回家就听到妈妈又被奶奶责骂 可哼朱却告诉她 奶奶对自己的妈妈又打又骂更过分 晚上 爸爸看妈妈睡不着 于是追问发生了什么事 原来郑林的生父并未想见郑林最后一面 这下子奶奶又不高兴了 你护着老婆也得有个限度吧 这是什么地方也让她去 居然还跟原来的丈夫有联系 带个托油瓶过来还不安分 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婆婆跟丈夫吗 既然改嫁到我们家 让我们给你养女儿 你就应该跟原来的家里断绝来往 哎呦喂 我真是招了什么罪 外面有那么多好闺女 我怎么就找了你这样一个货色 爸爸指责妈妈怎么这么说 郑林的父亲并未想见孩子 这也是人之常情啊 这下子妈妈更来气了 我怎么就生了你这样一个傻缺呢 妈妈为了不让矛盾继续恶化 于是决定让郑林独自去汉城 爸爸不放心 说一个九岁的女孩独自坐一天一夜的火车 万一遇到危险怎么办 妈妈说郑林的大伯是地方法院的检察长 到时候会来火车站街 可爸爸还是很担心 哼朱得知郑林要单独去汉城 对奶奶也很不满 于是瞒着家人也坐上了去汉城的火车 我爸 看到哥哥的郑林 虽然一脸的惊恶却不再感到害怕了 妈妈的内心其实也不放心郑林 长期的压抑让他旧病复发 可婆婆却说儿媳是因为去不成汉城 才心里难受 还在他面前装病 爸爸让妈妈不要再为难妻子了 这下子婆婆更来气了 直接甩了儿子一巴掌 你这个闹肿 你连自己的老婆都管不住 他现在为了前夫的是生病 你还护着他 亨朱不放心郑林 虽然他没有表现出来 但是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他早已把乖巧懂事的郑林 当做了自己的亲妹妹火车站里 前来迎接的大伯一眼就认出了郑林 可当郑林回到曾经熟悉的家时 门口却早已挂上了白色灯笼 郑林眼含泪水 跟爸爸做了最后的告别 大伯告诉他 爸爸走得太急没能等到郑林 可他的心中始终牵挂着郑林娘俩 原来郑林的爸爸是位有名的记者 当初妈妈也是被爸爸的文采吸引 才不顾家人的反对跟爸爸走在了一起 可充满正义感的爸爸 因为报道了政治恶行 被警察逮捕后就强迫让他染上毒瘾 爸爸临死前一直对郑林母女感到亏欠 大伯说如果郑林跟妈妈以后遇到什么困难 一定要记得联系自己 回到家的郑林 一进门就抱着妈妈哭泣了起来 此刻的妈妈也知道前夫已经离世 奶奶听到外面有响动 立马就冲了出来 指责郑林回来了也不立马给自己请安 还询问亨朱的下落 保姆看不下去了 说郑林的爸爸刚刚去世 心里正难过着呢 能不能过会再问啊 可奶奶却不依不饶 郑林哽咽着说哥哥跟自己去的汉城 回来的时候也一起回来的 奶奶又开始数落郑林 怎么不跟哥哥一起回家 郑林怯怯地说哥哥去同学家了 这下子奶奶又开始碎碎念了 妈妈只能出去找亨朱 奶奶还在那里埋怨孙子一点都不理解自己 保姆看到委屈的郑林 心疼地抱着他安慰着 此时此刻 没有人过多地去关心刚刚失去父亲的郑林 根本就没有人去在乎托邮平郑林 失去爸爸的郑林很难过 估计只有小伙伴顺洁跟雨震的陪伴 才能抚平他受伤的心灵吧 很快郑林就长得挺挺欲力 并在当地的一所学校成了一名语文老师 雨震一直跟他保持着书信往来 两个人也偷偷瞒着大人谈起了恋爱 这天在工作的郑林得知有人找 他满心欢喜地以为是雨震 没有想到却看到哥哥的好朋友秉薰 原来秉薰很早就喜欢上了郑林 可亨朱怎么都不会同意自己的妹妹 嫁给他们这种有着三妻四妾习俗的家庭 为此当他得知秉薰喜欢郑林的时候 还狠狠地教训了秉薰一顿 可秉薰一直都没有放弃过郑林 总是找各种借口来探望郑林 妈妈在五十岁高龄的时候 又给郑林添了一个弟弟 奶奶虽然对妈妈还是各种的嫌弃 但是对小孙子却喜欢得不得了 看到妈妈背着孙子在厨房做饭 又嚷嚷着是不是想让油烟味 把他孙子里熏死 妈妈担心奶奶带孩子太辛苦 让保姆阿姨的女儿奉顺帮忙照看 可奶奶却不乐意 很快就到了小孙子的百日宴 秉薰拿着相机过来帮忙拍照 可奶奶却一脸的不高兴 原来亲家的到来 让奶奶心生嫉妒 说要是在以前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自己孙子的百日宴 怎么可能让亲家参加 保姆反驳了他几句 就招到奶奶的一顿责骂 秉薰拿着相机不停地 给郑林跟亨珠合照 好不容易找到机会 跟郑林可以合照 可与郑的到来 却让郑林分了神 原来服完兵役的雨震 要求分配到家乡的银行工作 落地就是为了跟郑林能在一起 三个小伙伴好不容易聚在一起 爸爸因为老来得子 带着妈妈跟小儿子去照相馆拍照 没有想到刚回到家 奶奶又开始发飙了 回到家乡的雨震 一有机会就跟郑林约会 两个人一起吃饭喝茶 还一起结伴回家 没有想到两个人在一起的场景 刚好被爸爸看到 回到家 爸爸就告诉妈妈自己看到郑林跟雨震在一起 妈妈不以为然 说两个孩子从小就这么要好 长大了自然而然就变得清静 可爸爸却说这里毕竟是小城镇 而且郑林身为教师 被人看到了总是不好 妈妈嘴上虽然没有说什么 可郑林回家后还是忍不住提醒她要注意一点 再说现在亨珠还没有结婚 就算郑林有合适的对象 也要等亨珠结婚后才能把郑林嫁出去 妈妈并不知道 就在刚刚雨震已经向郑林求婚了 丙薰的妈妈一直催着儿子相亲 可丙薰却始终没有放弃郑林 妈妈不明白自己的儿子一表人才 工作也不错 怎么就一直不找对象 虽然丙薰的家族一直有三妻四妾的习俗 可丙薰从小就看到妈妈受尽各种委屈 她认定自己的一生只能结一次婚 于是她来到学校 希望郑林能不能考虑跟自己结婚 一下子被两个男人求婚 郑林也陷入了烦恼 虽然她很清楚自己的内心深爱着雨震 可也不想伤害她一直当哥哥的丙薰 丙薰想让亨珠帮自己在郑林面前说说好话 亨珠没有想到丙薰这么深情 这么多年的心中还放不下郑林 虽然她答应丙薰帮她 可还是尊重郑林的决定 郑林为了让丙薰彻底放弃 于是郑重地告诉她 自己一直把她当成自己的哥哥 从来没有想过要嫁给她 可丙薰还是不死心 她厚着脸皮亲自登门提亲 妈妈虽然也清楚丙薰的为人 可却不同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她 原来妈妈也知道丙薰家的事 三妻四妾不说 丙薰的爷爷还给日本人做过走狗 妈妈总感觉丙薰在这样的家族 多多少少会有点遗传 丙薰妈在儿子的房间里发现一张照片 于是瞒着儿子询问亨珠 照片中的女孩是不是丙薰喜欢的人 亨珠说这个是自己的妹妹 上次让丙薰拍照 应该是那个时候留下的吧 她劝丙薰还是放弃自己的妹妹 可丙薰却不愿意 她喝得鸣鼎大醉 来到郑林的家中 跪着恳求妈妈答应自己把郑林嫁给她 而这边 丙薰告诉妈妈自己已经有想结婚的对象了 准备周六带回家让妈妈看看 妈妈高兴地四处张罗打扫卫生 不知道她看到未来儿媳是郑林 会有什么样的表情呢 丙薰的父亲因病去世 姐姐高中毕业就结了婚 可很快就因为夫妻不和离婚回到了家 妈妈因为女儿离婚的事 成了村子里的笑话 整天躲在家里不出门 现在她唯一的希望就是儿子与镇了 听说儿子有了结婚的对象 妈妈更是喜上眉梢 郑林妈为了让丙薰死心 于是找到与镇妈 希望她同意郑林跟与镇交往 两家人本来就知根知底 加上两个孩子从小就玩得好 可与镇妈却面露难色 说自己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把郑林取作儿媳 而且与镇也有了女朋友 打算周末带回家 回到家的妈妈郁郁寡欢 爸爸得知事情的缘由后 对与镇妈的想法也很生气 说与镇再怎么优秀 自己家的郑林也不差 怎么说从来就没有考虑过郑林 做他们家的儿媳呢 与镇既然有女朋友 怎么还经常跟郑林一起出去玩 此时郑林走了进来 告诉爸妈自己明天要去与镇家 妈妈没好气的让她别去 说与镇的女朋友要过去 郑林说自己就是与镇的女朋友 妈妈开始有点担心 他们两个瞒着大人偷偷地谈恋爱 自己虽然没有意见 可今天看到与镇妈的态度 她还是有点不安 第二天精心打扮好的郑林来到与镇家 妈妈得知郑林就是儿子的女朋友后 立马就变了脸 郑林明显感觉与镇妈不喜欢自己 可与镇以为妈妈只是感到意外 所以才有点生气 没有想到妈妈坚决反对 为了阻止与镇跟郑林继续见面 她亲自登门造访 说自己不想跟熟悉的人结成亲家 希望郑林妈也劝劝郑林 让他们不要再见面 郑林妈不明白两个孩子既然相爱 为什么与镇妈这么强烈地反对呢 与镇也无法接受妈妈的理由 她无法跟深爱的郑林分开 没有办法 妈妈只能找到郑林 而郑林也从与镇妈的口中 得知自己被拒绝的真正理由了 明明相爱的两个人 却因为家庭的原因 只能被迫选择分手 郑林虽然很爱与镇 可却不想自己的父母受到侮辱 她告诉妈妈 不对祝福的婚礼自己宁可不要 与镇妈这么反对他们在一起 自己一定会跟与镇分手的 妈妈不敢相信 她认为与镇妈因为两家太亲近 所以才这么反对 根本不知道自己才是阻碍女儿爱情的绊脚石 亨珠得知郑林分手的真正原因后 生气地要找与镇妈去理论 可却被郑林阻止了 她不希望因为自己的婚事 让妈妈受到伤害 她正式跟与镇提出了分手 可深爱郑林的与镇怎么可能接受 得知自己的妈妈去找过郑林 也知道妈妈反对自己跟郑林的真正原因后 她恳求郑林再给妈妈一次机会 相信自己一定会说服妈妈 奶奶无意间听到郑林妈跟妹妹的谈话 得知郑林要跟与镇结婚 这下子她又开始发飙了 对着妈妈就是一顿臭骂 后妈就是后妈 怎么可以让郑林先结婚呢 亨珠可是我们家的长子 你就一点都不为亨珠考虑吗 真是气死我了 说完就气呼呼地出了门 奶奶来到与镇家 说自己坚决不同意郑林跟与镇比亨珠早结婚 与镇妈说郑林跟与镇结婚 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这下子奶奶反而疑惑了 难道你就那么不满意我们家郑林吗 得知真相后的奶奶 回到家就立马告诉了儿媳实情 妈妈得知是自己的原因 才让郑林跟与镇分手 难过得一病不起 郑林不希望妈妈为了自己伤心 爸爸也无法原谅与镇妈 可与镇毕竟是郑林第一个喜欢的男人 为了郑林的幸福 妈妈还是厚着脸皮来到了与镇家 恳求与镇妈同意他们在一起 她告诉与镇妈郑林的爸爸是因为写了一篇反日的报道 才会被陷害成了一个大烟鬼 自己也不是一个放荡的女人 才会结两次婚 她不希望郑林因为自己的原因跟与镇分手 可与镇妈却始终不同意 郑林妈因为自己的原因 让女儿承受这样的痛苦感到很难过 奶奶却埋怨郑林为什么要谈恋爱 影响自己吃饭的心情 亨珠不想郑林继续听奶奶的唠叨 于是拉起郑林就朝外走 这下子奶奶更加生气了 指责妈妈就只想到自己的女儿 亨珠到现在还没有对象 她这个做后妈的就考虑自己的女儿 一点都不为亨珠着想 让她赶紧托人给亨珠找个女孩 妈妈本来就因为郑林的是难过 再说亨珠根本就没有相亲的意愿 可奶奶却不依不饶 指着妈妈的鼻子就是一顿臭骂 爸爸让奶奶少说几句 可奶奶却说这个家现在弄成这样 本来就是她自己生的女儿的错 爸爸找到雨震 希望雨震能放下对郑林的感情 毕竟他们该做的都做了 可雨震却说什么都不肯跟郑林分手 为了彻底的让两个人分开 亨珠提议让郑林回外婆家住一段时间 可雨震得之后就立马追了过来 明明很相爱的两个人 彼此都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看着伤心难过的两个人 妈妈想要为他们再做些什么 她厚着脸皮再一次来到雨震家 可雨震的母亲为了彻底让他们分开 居然要搬离生活了一辈子的故乡 雨震母亲的态度让妈妈彻底心寒 她也不希望自己的女儿 有一个不喜欢她的婆婆 为了让郑林尽快忘记雨震 也为了让雨震死心 妈妈拜托没人 尽快给郑林找个合适的新郎 这下子奶奶又不高兴了 又浪浪着一定要让亨珠先结婚 郑林不想让母亲 因为自己的事遭到侮辱 也为了尽快忘记雨震 决定听从父母的安排 跟相亲的对象结婚 男方是岛上赫赫有名的大户 家里不但有几十条渔船 还有数不清的土地 未来的公婆看上去也很友善 可母亲还是不放心 于是嘱咐小姨去岛上看看真实的情况 郑林的对象看上去文质彬彬 简单的跟小姨打了一下招呼就出门了 小姨觉得并没有不妥 回到家就把岛上看到的一切告诉了郑林 而郑林觉得只要人好 自己也会努力跟他好好相处幸福地生活下去的 很快两家人就举行了相见礼 郑林看眼前这个老实本分的男人 并没有觉得不妥 男方的父母催促着早点结婚 郑林的父母希望两个孩子能再多交往一段时间 凤杰告诉雨震郑林要结婚的消息 可雨震怎么能放下跟郑林的感情呢 她不过一切地跑到郑林家 用力地拍打着房门 亨珠想要出去教训一下雨震 可却被妹妹拉住 郑林想要让雨震彻底放弃 可雨震却苦苦哀求郑林 希望给自己时间 自己一定会说服妈妈同意他们的婚事 两个人一起来到儿时经常玩耍的木屋 就这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度过了一晚 奶奶死活不同意郑林比亨珠先结婚 不得已亨珠只能威胁奶奶 说如果郑林不结婚自己也不会考虑结婚 万不得已奶奶才点了头 媒婆很快就把聘礼送到了郑林家 相亲对象也亲自登门提亲 大家都对这个老实本分的男人越看越注意 一点都没有觉得男人有什么异常 觉得他拘谨少言只是因为生疏 秉勋虽然很舍不得郑林 却也只能在心里默默给郑林送上祝福 可新婚业 郑林却发现了新郎的异样 原来公公把他们新婚业要做的事 全都写在了纸上 郑林很是疑惑 但也没有放在心上 以为丈夫就是像公公说的比较单纯 婆婆每天都会精心熬制补药 盯着郑林喝下 然后催促着郑林赶紧怀孕 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自己的儿子除了每晚抱着郑林睡觉 就什么都不会做了 生活在陌生的环境 郑林想要给家人写封信速说一下这里的生活 没有想到丈夫却情绪激动让郑林跟他玩 还使劲地用头撞击着柜门 公公害怕郑林告诉家人不好的情况 于是偷看了郑林的书信 郑林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难道自己是被他们给监视了吗 他生气地质问丈夫究竟是怎么回事 可丈夫却告诉他爸爸让他不要多说话 如果说多了别人就会看出他有毛病 不过纸中揪包不住火 公公眼看瞒不住了 只能如实告诉郑林 原来丈夫不仅智力低下 还有严重的精神疾病 可老两口还是心存希望 说自己的儿子虽然是至残 可也并不是很傻 读书也是高中毕业智商可是九十 只要郑林给他们家生个孙子 他们老两口一定会把郑林当亲闺女看待的 在重重的打击下 郑林终于病倒了 此时亨朱因为不放心郑林 于是搭船来小岛上看望 公公并没有告诉亨朱郑林病倒的事 撒谎说郑林去亲戚家了 可能要过几天才回来 亨朱看不到妹妹只能回家 得知哥哥过来看望的郑林 不明白公公为什么撒谎 为什么不让自己见亲人 可接下来的日子 公婆却不让郑林出门 连跟丈夫去海边玩也要处处盯着 这天因为公公外出到朋友家 家里的帮佣说让郑林去喊一下公公 毕竟新媳妇来了这么久 也要出门去认识一下 婆婆无奈只能同意郑林出去 而郑林也终于找到逃走的机会了 男人看到披头散发的初恋 以为是自己眼花 可下一秒 初恋就直接晕倒在她的面前 郑林再也无法忍受有精神病的丈夫 也不想自己一辈子被公婆监视着 于是趁着没人注意 就偷偷逃离了小岛 没有想到却晕倒在秉薰的面前 秉薰并没有通知郑林的家人 等到郑林清醒过来后 她就把郑林送到了外婆家 外婆跟小姨看到郑林回来 没有发现什么异样 还一个劲得夸郑林的公婆大方 送了很多礼品过来 可舅妈却发现郑林是穿着胶鞋回来的 郑林喊着眼泪告诉了他们实情 舅舅生气的要冲过去找他们算账 母亲得知郑林嫁的男人居然有精神病 后悔不已 明明知道郑林是为了尽快忘记一阵 才这么着急嫁出去 自己非但没有阻止 还亲自把女儿送进了火坑 奶奶还在那里指责儿媳 就是看中了人家的彩礼 所以才会让郑林遭罪 爸爸让母亲少说几句 郑林妈本来就已经很难过 再说下去 妈妈真的要崩溃了 第二天 恨猪就跟着母亲来到小岛 让对方签订离婚协议 公公还在那里狡辩 说我儿子的病并没有那么严重 当初你们不是也没有看出来吗 只要郑林生下孩子 他们一定会好好对待郑林的 妈妈真是气得无语了 你儿子这样子还要我女儿给你们家生孩子 难道郑林过来就是给你们家传宗接代的吗 说完就生气的来到郑林的房间 准备收拾东西 丸猪抱着郑林的衣服躺在那里 公公说自从郑林走后 丸猪就整天哭闹 没有办法给她吃了点药 才让她睡着的 妈妈看到傻女婿更加心疼郑林了 可郑林的公婆根本不同意离婚 自己好不容易骗进来的儿媳 怎么可能轻易就放手呢 好歹也要让她给自己的生个孙子 妈妈本不想打击他们 看他们一直胡搅蛮缠 只能告诉他们 丸猪不但智力低下 甚至连男人基本的功能都没有 奶奶不想让郑林手一辈子活挂 斥责公公尽快办理离婚手续 离婚后的郑林变得郁郁寡欢 丙薰时不时的就往郑林家跑 还经常给她买好吃的鼓励 她振作起来 哥哥也经常带着郑林出去钓鱼散散心 可郑林却发现自己的身体出现了异样 丈夫根本就没有那方面的能力 那孩子究竟是谁的呢 郑林忐忑不安地来到医院 证实了自己怀孕的事实 她想到结婚前跟与振在一起的那晚 纠结了很久 终于拨通了与振的电话 与振并不知道郑林已经离婚 也不知道郑林怀了自己的孩子 两个人在茶馆见面 郑林本想告诉与振自己怀孕的事 此时与振的同事过来 误以为郑林就是她的未婚妻 得知与振马上就要结婚 震惊之余 郑林只能躲在洗手间平复心情 她不想破坏与振跟未婚妻的感情 只能隐瞒了自己怀孕的事 与振得知郑林离婚后 对郑林念念不忘的 她再一次来到郑林的家中 向郑林妈提出 让郑林嫁给自己的请求 妈妈说自己的女儿已经离过一次婚 怎么可以嫁给与振 让与振不要犯傻了 好好的一个小伙 娶离婚的女人 与振的妈妈也不可能同意 可与振却说只要他们同意 后面的是自己都会想办法解决 也会说服郑林嫁给自己 妈妈没有想到 与振对郑林的感情那么执着 也想劝劝郑林接受与振 可郑林却不想耽误秉 思虑再三后 郑林终于告诉与振自己怀孕的事 与振很快就猜到 郑林怀的是与振的孩子 纠结了很久 她约与振一起喝酒 告诉她自己一直很喜欢郑林 因为郑林她可以一直不结婚 与振能不能像自己一样守护着郑林 可与振却告诉她 自己马上就要结婚了 而这边 不想因为孩子拖累与振的郑林 独自来到医院想要把孩子拿掉 医生却告诉她 必须要跟她的丈夫一起来 没有办法的郑林 只能拜托秉勋冒充自己的丈夫 陪自己去医院 秉勋知道郑林还是舍不得孩子 也不希望郑林受到伤害 她希望郑林不要这么快做决定 可郑林却不想因为自己的事 再让家人受到伤害 秉勋安慰着郑林说再等几天 可第二天 她就找到郑林的妈妈 说郑林怀了自己的孩子 她不断地指责秉勋 怎么可以毁了郑林的人生 此时郑林刚好回家 听到母亲房间里的哭喊声 急忙冲了进来 郑林刚想询问妈妈发生了什么 秉勋就打断了她 说你的母亲已经知道你怀孕的事 也知道你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 郑林不明白秉勋为什么这么说 可秉勋却不希望郑林去打胎 说只有这么做 才能打消她的念头 妈妈也不希望郑林去打胎 毕竟这样对身体不好 她斥责郑林 怎么可以有这么可怕的念头 为了不让母亲再伤心难过 本想说出实情的郑林 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秉勋告诉郑林 这是她目前想到的最好的办法 郑林只是想让秉勋冒充一下自己的丈夫 去医院签字打掉孩子 秉勋知道郑林也不舍得度钟的孩子 她说自己有信心做一个好父亲 让郑林什么都不用想 剩下的烂摊子就交给自己处理 没有想到爸爸得知此事后 大发雷霆 还毫不留情地用扫把抽打秉勋 哥哥也气愤地把秉勋拉到山上 对他开始舞动双拳 我把你当好兄弟 你却玷污我的妹妹 郑林在一旁不停地劝阻哥哥 可失去理智的亨珠 还是不停地殴打着秉勋 郑林只能说出了实情 亨珠没有想到秉勋对郑林的爱如此执着 秉勋让亨珠把这个秘密带进坟墓 自己一定会做一个合格的父亲 可晚上 亨珠还是生气地来到宇正家门口 狠狠地给了他一拳 说他不仅是个懦夫 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混蛋 郑林并不想嫁给秉勋 不想自己毁了秉勋的人生 哥哥说这么多年 秉勋一直守护着他 从来就没有放下过对郑林的爱 秉勋也找到郑林 说自己一定会做个好父亲 感谢郑林度中的孩子 让自己有机会跟郑林走在一起 秉勋挖得知儿子要结婚 开心得不得了 可当他听到儿子要娶郑林 一下子被气晕过去了 说什么也不同意自己的儿子 老妈一口气没上来 差一点被儿子气死 他怎么知道自己的儿子 从小的愿望就是娶郑林为妻 现在好不容易遇到机会 就算做接盘侠 他也要跟郑林结婚 秉勋说郑林已经怀了自己的孩子 妈妈说什么也不会相信 郑林结婚三个月不是刚刚才离婚 怎么就怀了自己家的孙子 可秉勋却说自己求爱不成 于是在郑林出嫁前做错了事 而且郑林的老公不但有精神病 连男人的基本功能都没有 可妈妈不想自己的儿子 娶个离婚的女人 说自己会给郑林一笔钱作为补偿 让他拿掉孩子后 就跟秉勋一刀两断 可秉勋却告诉他 如果不答应自己跟郑林结婚 到时候郑林的父母 就会起诉自己 自己也会坐牢 可此时气头上的妈妈 说什么也不愿意 娶个离过婚的儿媳 奶奶得知郑林 做出这种有辱家门的事 又开始指责妈妈 没好好管教 什么样的娘 就出什么样的女儿 爸爸让妈妈不要再唠叨了 说秉勋已经答应娶郑林 在肚子变大以前 会尽快完婚 奶奶知道秉勋的妈妈 绝不会这么容易 答应儿子娶离婚的女人 郑林的父母也担心 郑林不被接受 可秉勋却说自己 一定会处理好一切的 郑林也不想秉勋陷入两难 当初雨震的妈妈 因为自己父母的原因 不接受自己 现在自己以一个 离婚女人的身份 嫁给秉勋 哪个母亲愿意呀 可秉勋却让郑林不用担心 自己都会处理好的 雨震听从妈妈的安排 跟附加千金 举行了订婚典礼 得知消息后的郑林 很是失落 可姨妈却劝她 应该彻底放下雨震 好好的跟秉勋生活下去 秉勋妈找到亨珠 说一定要找郑林当面谈一谈 姨妈跟郑林一起前往 秉勋妈看到郑林 就气不打一出来 说郑林怀了秉勋的孩子 是不是看上他们家的财产 说什么也不同意 秉勋跟郑林结婚 还说要给郑林一大笔补偿费 让她赶紧把孩子拿掉 这下子姨妈坐不住了 你说的什么话 这难道是我们家郑林的错吗 你儿子做错事 毁了我们家郑林 要不是顾及两家人的情谊 我们早就去告你儿子了 既然你不同意他们的婚事 那我们也不答应郑林嫁过去 到时候 我们会把你儿子的所作所为都说出去 看看哪家姑娘会嫁给你儿子 我还要去你儿子的工作单位找他们领导 怎么有这样道德败坏的员工 这下子妈妈不淡定了 秉勋得知妈妈去找了郑林 埋怨妈妈怎么可以这样伤害郑林 说自己犯错就应该承担后果 如果妈妈再这样瞒不讲理 自己就会带着郑林远走高飞 妈妈不想失去唯一的儿子 思前想后 无奈终于同意了郑林跟秉勋的婚事 秉勋迫不及待地告诉郑林这个好消息 郑林本来就对秉勋心怀愧疚 可秉勋却说自己绝不会后悔 也会竭尽所能做孩子的好爸爸 她把准备已久的求婚戒指拿了出来 面对秉勋的深情 郑林也不再拒绝 终于接受了秉勋的爱意 回到家 妈妈还是很担心郑林 秉勋的人品也让妈妈质疑 她担心郑林嫁过去会受尽各种委屈 面对妈妈对秉勋的误会 郑林终于喊着眼泪告诉了妈妈事情 妈妈没有想到秉勋这么为郑林着想 她要郑林怀着感恩的心 跟秉勋好好地生活下去 可奶奶却坐不住了 郑林半年不到要结两次婚 而亨珠的婚事还没有着落 她又开始指责郑林妈 秉勋跟郑林为了婚礼忙碌 两个人一起来到家具店挑选家具 没有想到 却遇到宇正的姐姐和未婚妻 姐姐得知秉勋要跟郑林结婚 回到家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宇正 宇正怎么都没有想到郑林已经离婚 她迫不及待地找到凤姐 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 凤姐说郑林在婚前被秉勋强暴 结婚后发现丈夫有精神疾病 离婚后才得知自己怀了秉勋的孩子 现在两个人准备结婚 可宇正却开始对郑林的孩子产生了怀疑 郑林结婚前明明跟自己发生了关系 而且那次郑林过来找自己明明有话想说 她怀疑孩子是自己的 于是找到郑林 询问她为什么隐瞒自己离婚的事 这个孩子真的是秉勋的吗 可此时的郑林 为了不想破坏宇正的婚礼 也不想辜负秉勋 只能昧着良心说孩子是秉勋的 可宇正却不相信 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想 她又主动找到了秉勋 可秉勋却坚持说孩子是自己的 姐姐劝说宇正还是放下对郑林的感情吧 就算郑林怀了她的孩子 母亲也不会同意他们在一起的 未婚妻也察觉到了宇正的反常 她根本不知道宇正每晚都守在郑林家门口 为了彻底让宇正放下 郑林再次跟宇正见面 希望她能彻底放下他们之间的感情 好好地跟未婚妻生活 自己也不希望伤害到秉勋 看到郑林这么在乎秉勋 宇正只能含着眼泪 祝福郑林跟秉勋能幸福快乐 没有想到他们在一起的场景 刚好被秉勋看到 秉勋知道郑林还没有放下宇正 她告诉郑林自己一定会等着她 直到有一天她接受自己 秉勋跟郑林的婚礼如期举行 因为郑林是二婚 所以婚礼没有那么萌重 可秉勋还是给了郑林一个甜蜜旅行 秉勋的深情让郑林的内心慢慢破防 她也开始接受秉勋的好 郑林跟秉勋逆月旅行回到家 婆婆就立马给了她一个下马威 说要不是因为肚中的孩子 自己绝不会答应她跟儿子的婚事 让她以后安分手挤一点 郑林低着头听着婆婆的训导 可秉勋却受不了郑林被欺负 说一切都是自己的错 让妈妈不要一味地指责郑林 这下子婆婆更来气了 第二天就把所有的床单都拆了下来 让郑林好好地洗一洗 郑林知道要婆婆接受自己 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自己肚中的孩子也不是秉勋的 想到一心守护自己的秉勋 她努力做好妻子的本分 天还没有亮 她就起床给婆婆准备早餐 秉勋不忍心郑林怀孕 还端这么重的饭桌 于是不顾郑林的阻扰 就把饭菜端到母亲的房间 婆婆看到儿子居然端起了饭桌 又开始大发雷霆 秉勋说不关郑林的事 可妈妈还是不依不饶 看到郑林洗好床单没有熨烫 又开始对她一顿指责 很快七大一八大姑就上门来探望 郑林礼貌地跟他们打招呼 可妈妈却没好气地说 要不是她勾引秉勋怀孕了 自己绝不会答应他们的婚事 郑林没有想到婆婆居然在外人面前这么诋毁自己 难过地在厨房里偷偷抹眼泪 小姑子看到嫂子在厨房里哭 立马就告诉了妈妈 这下子婆婆更来气了 你这个人是怎么回事 明明知道家里有客人 你还在这里偷偷地哭 你想让别人误会我是一个恶婆婆吗 而这边雨震的未婚妻 从朋友口中得知了郑林跟雨震的事 想到雨震一直对自己不冷不热 于是问雨震是不是还没有放下郑林 雨震说因为妈妈反对 自己才会跟郑林分开 这么多年的感情不是说没有就没有的 未婚妻不想结婚后 自己的丈夫心里还有别人 于是告诉雨震妈 自己跟雨震的婚礼无限期延后 这下子雨震妈急了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心满意足的儿媳 怎么可能因为郑林的原因泡汤了呢 于是立马找亲家商量 雨震告诉岳父 自己确实没有放下郑林 毕竟这么多年的感情 说没有就没有那是骗人的 可现在郑林已经结婚 自己也会慢慢地开始放下 岳父很欣赏雨震的坦白 两个人的婚礼如期举行 秉轩看到妈妈一直刁难郑林 对郑林的愧疚更深了 他心疼地搂住郑林 说不管怎样自己永远站在郑林这边 让郑林有什么事一定要告诉自己 没有想到婆婆没有敲门就冲了进来 看到两个人亲密的样子 极度郑林霸占了自己的儿子 怀孕加上做不完的家务 让郑林感到十分疲惫 秉轩看到憔悴的郑林 于是向母亲请示 要带郑林去医院检查一下 妈妈明显很不高兴 跟小姑子在那里整理被子 嘴巴还一直地唠叨 说儿子娶了媳妇忘了娘 本以为媳妇进门自己可以想想轻浮 没有想到很多事还是要自己做 郑林的身体本来就很不舒服 听到婆婆这么说 就立马让婆婆休息自己来整理 秉轩回来看到妈妈跟妹妹在那里吃东西 只有郑林一个人在干活 又开始心疼郑林了 秉轩带着郑林检查好身体 就回郑林的娘家看望 妈妈很担心郑林 可郑林却说自己在婆家生活得很好 两个人在娘家吃完暖饭回去 没有想到婆婆却把他们锁在了门外 指责郑林没有给自己做晚饭 既然那么喜欢在娘家就永远不要回来了 秉轩对妈妈的无理取闹很头疼 郑林的心中本来就对秉轩很愧疚 现在为了自己的是让秉轩受到母亲的指责 内心更是过意不去 亨珠因为喜欢保姆家的女儿凤顺 说什么都要娶她为妻 奶奶可不想自己家的高贵血统 被这种人家玷污 说什么也不同意亨珠跟凤顺结婚 保姆阿姨知道自己家的女儿配不上亨珠 心疼女儿不想让她受委屈 可亨珠却告诉凤顺 一定要相信自己等待自己 自己一定会说服奶奶娶凤顺为妻的 她每天都会来凤顺家请安 奶奶真是要被亨珠给气死了 亨珠看奶奶这么坚持 于是收拾好行李离开了家 奶奶想到小时候亨珠离家出走 回来就被警察打得鼻青脸肿的 害怕孙子又出什么意外的她 最终还是同意了亨珠跟凤顺结婚 小姨看到怀孕的郑琳面色很难看 于是托员工给郑琳送了点毒品 没有想到郑琳被婆婆训斥的场景 刚好被员工看到 得知郑琳在婆家一直被婆婆欺负 小姨立马就告诉了姐姐 妈妈很担心郑琳 可郑琳却说是因为自己做的不好 刚刚被婆婆训导 而且秉轩对自己也很好 让妈妈不要担心 时间过得很快 这天八个月身孕的郑琳在路上偶遇雨震 本想插肩而过的两个人 最终还是雨震先开了口 她告诉郑琳自己很快就要去外地工作 也许这是两个人最后一次相见 虽然郑琳肚子中的孩子是雨震的 但是她也不想再跟雨震有过多的交集 简单的寒暄几句 郑琳就匆匆离开了 可面对曾经深爱的人 郑琳的内心还是很失落 长期的劳累加上情绪的波动 刚想做饭的郑琳突然肚子剧烈疼痛了起来 郑琳被紧急送到了医院 得知消息的秉轩急忙赶了过来 婆婆抱怨郑琳的身体怎么这么弱 平时没事就做做家务 现在送到医院让别人怎么看她 还以为自己这个做婆婆的一直虐待她呢 秉轩告诉郑琳 幸亏送到医院及时 孩子没有大爱 她知道郑琳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说孩子出生后 妈妈一定会对她改观 自己也会尽心尽力做个好父亲 让郑琳不要担心孩子的身世 可秉轩对郑琳越好 郑琳就越发觉得对不住秉轩 妈妈得知郑琳住院后 焦急万分的来到医院 看到憔悴的女儿 纠结了很久 终于还是来到秉轩家 她提议让郑琳回家坐月子 到时候自己可以照顾她 婆婆虽然一直不带见郑琳 但是也不想自己的孙子去外婆嫁 很快 郑琳就顺利产下一名男婴 婆婆看到是的男孩 开心的说简直跟小时候的秉轩 长得一模一样 对郑琳的态度也和气了不少 宇震从凤杰的口中得知郑琳 生下了一名男孩 于是忍不住偷偷的去看了一下孩子 没有想到她去医院的消息 刚好被妻子得知 妻子质问她为什么要去医院 得知是郑琳生了孩子 她的醋意更深了 可宇震却说她现在只是把郑琳当成朋友 难道一起长大的朋友生孩子 自己不去看望吗 妻子还是耿耿于怀 她知道丈夫一直没有放下郑琳 第二天来到大姑姐的咖啡店 没有想到秉轩也在那里 原来同事们知道秉轩生了一个儿子 都纷纷祝贺她让她请客 大姑姐告诉弟妹 秉轩就是郑琳的丈夫 同时也是郑琳哥哥的好友 秉轩从小就喜欢郑琳 现在两夫妻的感情也很好 女郑的妻子这才稍微放下点芥蒂 妈妈不放心郑琳 于是找了一个保姆照顾郑琳母子 婆婆看到孙子回来了 抱在手中舍不得放下 看到孩子尿了保姆没有及时换尿布 就忍不住一顿指责 老太婆虽然不喜欢郑琳 但是还是很心疼自己的孙子 与郑夫妻坐上了出国的飞机 而秉轩也为孩子跟郑琳 拍下了他们之间的第一张合影 与郑跟妻子结婚多年 可妻子却一直没有怀孕 婆婆虽然嘴上不说 可心里却急得很 这一天她带着儿媳去看中医 没有想到回来的路上 却刚好碰到郑琳 郑琳礼貌的上前 打了个招呼 她以为与郑夫妇出国没有回来 看到与郑的妻子 她的心莫名揪了一下 害怕孩子的秘密被发现的她 焦急地过来寻找孩子 刚好看到一个大孩子 在跟儿子抢着玩 婆婆立马上前指责大孩子 让她让着自己的孙子 虽然婆婆对郑琳 还是一样的嫌弃 可对孙子却百般地疼爱 而秉轩也把孩子当成亲生的 这一点让郑琳很欣慰 可他们对孩子越好 郑琳就更加担心孩子的身世被揭穿 秉轩在宇正姐姐那里看到宇正 得知宇正回来的消息 虽然她也害怕孩子的秘密被发现 但还是隐瞒了郑琳自己看到宇正的事 但事情往往就是这样 你越想避开 她就越会出现 宇正的妈妈因为儿媳 一直怀不上孩子 于是带他们夫妻去祭祖 希望祖先保佑 让儿媳尽快怀孕 而郑琳跟哥哥一家 她也带着孩子在郊外玩耍 婆婆看到郑琳很是惊讶 看到跑开的孩子 说一句那就是郑琳的孩子吗 儿媳明显脸上很难看 郑琳上前去打招呼 这也是她跟宇正相隔五年第一次见面 没有想到离开的时候 孩子就跑了过来 秉轩知道郑琳跟宇正见面的事 晚上睡觉的时候一直辗转难眠 她知道郑琳害怕孩子的秘密被发现 她把郑琳搂在怀中 安慰着郑琳 婆婆每天费尽心思给儿媳熬补药 就是希望儿媳早一点怀孕 没有想到儿媳却偷偷背着她喝起了酒 婆婆生气地指责她 明明知道吃药就不能喝酒 为什么就要违背 大姑姐安慰弟妹 让她不要有这么大的压力 可弟妹却告诉大姑姐 自己一直没有怀孕 本来压力就很大 现在回国宇正跟郑琳又碰面 她担心宇正还是没有放下郑琳 大姑姐劝她宽宽心 毕竟郑琳现在跟鼎薰已经有了一个孩子 她怎么都不会知道郑琳的孩子 其实就是自己的亲侄子 这天 婆婆的几个朋友过来走访 孩子嚷嚷着要出门骑自行车 婆婆让她在家玩 没有想到孩子趁着奶奶不注意 偷偷溜出了门 结果却被车撞了 孩子被紧急送到了医院 可医生却告诉他们 孩子因为内出血需要做手术 需要大量的血型 让郑琳跟鼎薰一起检查血型 可检查的结果却是 两个人的血型没有一个跟孩子吻合 无奈之下 鼎薰只能告诉郑琳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让雨震过来输血 很快雨震就赶到了医院 秉薰说自己的亲戚得了疾病 需要立马输血 情急之下才给雨震打电话 虽然雨震的内心充满了疑惑 但秉薰却告诉她 自己也是无意间从医生那里得知她的血型 所以才给她打电话请求帮助 手术很成功 可作为护士的表妹却感到很奇怪 她告诉姨妈 孩子的血型跟秉薰不同 怀疑郑琳的孩子不是秉薰的 可因为自己的失误 导致孙子受伤的姨妈却听不进去 回到家的雨震 还是对输血的是感到疑惑 于是来到医院 没有想到却刚好碰到郑琳 她询问郑琳是哪个亲戚生病了 可郑琳躲闪地回答 更加深了雨震的疑惑 而这边 表妹从医生的口中得知 秉薰并不是孩子的亲生父亲 看着秉薰对孩子那么好 她不想秉薰一直满在鼓里 于是告诉姨妈自己 已经从医生那里证实 孩子跟秉薰毫无血缘关系 得知真相的姨妈差一点 被气晕过去 立马就赶到医院 质问郑琳这孩子究竟是谁的 郑琳害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秉薰不想惊动病床上的儿子 于是让郑琳带着孩子先出去 妈妈看到儿子这个样子 就知道外甥女说的是事实 她不停地锤打着秉薰 怎么会这么傻做人家的接盘侠 郑琳抱着孩子在公园 偷偷抹眼泪 秉薰不忍心看到妻子难过 于是安慰她 要不是自己当初 执意要娶郑琳为妻 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郑琳想要回家 恳求婆婆的原谅 可秉薰却说这一切 让自己去处理 回到家 表妹告诉她姨妈 因为气急功心晕倒了 可躺在病床上的妈妈 去告诉她 从今天起 自己没有郑琳这个儿媳 让郑琳 不要再踏进自己家门一步 而这边在医院的郑琳 也知道婆婆肯定很吃惊 她拜托来医院的大嫂照顾儿子 然后来到婆婆面前 跪下来恳求她的原谅 可婆婆看到郑琳 却大声地呵斥 你怎么还有脸出现在我的面前 你这个无耻肮脏的臭女人 不但毁了我们家 还坑害了我儿子的一生 第二天 她就让人把郑琳的行李打包 送到了郑琳的娘家 秉薰从亨珠那里 得知母亲 把郑琳的东西送了回去 回到家就生气地指责妈妈 为什么要做出这么无情的事 可妈妈却说 要不是自己没有力气 一定会亲自把行李送过去 还要去问问他们家 怎么会生出这么不要脸的女儿 秉薰说这一切都不关郑琳的事 是自己当初执意要娶郑琳的 而且自己这辈子只会结一次婚 自己绝不会跟郑琳离婚 如果妈妈再继续反对 自己就会带着郑琳跟孩子出去生活 妈妈真是对自己这个傻儿子彻底无语了 而这边 吕震从凤杰的口中得知 郑琳的孩子前几天刚做完手术 因为那出血抢救了几个小时才挽回了生命 吕震怀疑自己就是孩子的亲生父亲 于是第二天就打电话到医院 咨询认识的医生朋友 得知郑琳的孩子跟秉薰毫无血缘关系 于是她又追问秉薰事情的真相 得知孩子确实是自己的 回到家就辗转难眠 很快就到了孩子出院的时间 秉薰恳求妈妈 让郑琳跟孩子回家住 毕竟孩子现在还小 她不想孩子承受不必要的痛苦 可妈妈却死活不同意 无奈之下 秉薰只能收拾好行李 准备跟郑琳母子到外面居住 可妈妈却不愿意儿子再继续犯傻下去 她拼命地阻止儿子 可秉薰却执意离开 情急之下妈妈昏厥了过去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郑琳被婆婆赶出了家门 爸爸得知郑琳跟秉薰结婚前 就怀了与振的孩子 也不好意思找亲家理论 妈妈默不作声 得知自己的妻子早就知道事情的真相 爸爸忍不住对妻子抱怨 郑琳跟孩子一直在医院等着秉薰 孩子嚷嚷着让爸爸赶紧接自己回家 郑琳也不知道怎么办 此时秉薰打电话过来 得知婆婆昏厥的事 郑琳也很担心婆婆 她告诉秉薰自己会带着孩子去外婆家 可郑琳却很疑惑 为什么妈妈不带自己回家 郑琳只能安慰孩子 说奶奶生病了需要好好休息 可在外婆和小姨面前 她强装的坚强也彻底破坊了 现在的她不知道该怎么办 晚上 秉薰好不容易安抚好母亲 就来到外婆家 她亲吻了一下孩子 然后把郑琳紧紧的拥在怀中 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 妈妈一定会接受郑琳跟孩子的 宇震找到亨珠 质问她当年为什么不告诉自己孩子的事 亨珠说郑琳的孩子跟宇震没有关系 可宇震却说 我是孩子的父亲 怎么可以说没有关系呢 这个男人自己做了混蛋是一点都不自责 现在却把过错都推到别人身上 如果她的妻子给她生了孩子 现在她还会这么在意郑琳跟她的孩子吗 宇震妈接到一个电话 得知宇震跟郑琳有个儿子后 立马就恬不知耻的来到郑琳家 奶奶嘲讽她 当初不是看不上我们家郑琳 为了把两个青梅竹马的孩子拆开 搬家后就老死不相往来 今天怎么有这份闲情来我们家 宇震妈被说的不好意思 可为了孙子 她还是强忍着 她告诉郑琳妈自己已经知道 郑琳生下宇震孩子的事 宇震跟现在的妻子没有孩子 想要把郑琳的孩子接回去抚养 可妈妈却一口回绝了她 这个孩子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当初我拉下脸求你 你说郑琳的出生不好 不能破坏你老祖宗的家规 现在你知道郑琳生了孩子 难道你就不怕老祖宗嫌弃郑琳的基因不好吗 就是当初你知道郑琳怀孕 你也会强行让郑琳拿掉的 所以这个孩子跟你们家一点关系都没有 说完就毫不犹豫地下了逐客令 憋了一肚子气的妈妈 回到家就对着宇震一顿咆哮 让她无论想什么办法 一定要把郑琳的孩子给要回来 死老太婆 当初说什么都不同意郑琳跟宇震 现在儿媳不会生孩子 怕断了香火的她 居然这么理直气壮地 要宇震把孩子要回来 宇震说她会处理好 正当妈妈准备大发雷霆时 儿媳刚好从楼上走了下来 妈妈只能闭嘴走进了房间 妻子的脸上明显很不悦 她知道婆婆一定在说孩子的事 可生孩子也不是她一个人的事 这五年她压力也很大 宇震安慰着妻子 说就算没有孩子 她也会跟妻子长相厮守 面对宇震的深情 妻子的火气一下子就没有了 这个傻女人 根本就不知道宇震在外面有孩子的事 第二天 宇震就找到秉轩 想要把孩子认回去 还指责秉轩当初 为什么不告诉自己证明怀孕的事 秉轩说我当初找你 也询问过你能不能不结婚 可你却告诉我你要订婚的消息 那个时候 郑林已经打算把孩子拿掉 是我阻止了这一切 现在孩子才五岁 我不想让孩子承受这么大的变故 如果你也是真心为孩子考虑 就让我把孩子抚养长大 等孩子能接受真相的时候 我会把一切都告诉她的 而这边 妈妈把宇震妈过来的是告诉了郑林 得知宇震妈要认孩子 郑林生气地打电话给宇震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 为什么要把孩子的事情告诉你妈妈 难道你们就没有考虑过 我跟孩子的感受吗 为了你所谓的香火 你们难道就一点都不害怕伤害孩子吗 说完就气愤地挂断了电话 婆婆咆哮着让郑林滚出去 你这个肮脏的女人 怀了别人的孩子 怎么可以嫁给秉薰 郑林默不作声 跪下来恳求婆婆的原谅 可婆婆却让她赶紧离开 说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郑林 自己把郑林当亲孙子掏心掏肺地对她好 可你们却一直在欺骗我 老太婆的心情我想大家应该都能理解 大多数的奶奶不喜欢儿媳 可孙子毕竟是自己家的骨血 肯定疼到心坎里 现在知道疼爱有家的孙子居然不是亲生的 可想而知婆婆的打击有多大 宇震被郑林挂断电话后 就在凤杰那里得知 郑林被婆家赶了出来 现在住在外婆家 晚上 她一下班就过来找郑林 郑林并不想跟她多说什么 此时郑林以为是爸爸回来了 也走了出来 看着眼前这个只见过一次的孩子 宇震很是感慨 她紧紧地抱住郑林 可郑林的心中却记挂着爸爸 匆匆打了一下招呼就回屋了 宇震指责郑林当初怎么不告诉自己怀孕的事 如果自己知道 当初就不会结婚 事情也不会变得那么复杂 可郑林却说孩子的是跟她没有关系 郑林也不会成为她的孩子 回到家的秉薰 看到一脸忧愁的郑林 知道她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她紧紧地抱住郑林 说不管怎样 自己一定会守护好这个家 守护好郑林跟孩子 可妈妈却一直催促着秉薰赶紧离婚 说什么都不会原谅郑林 宇震自从见了郑林后就一直记挂着她 宇震妈也催促着儿子 赶紧把孩子带回来 可宇震却说自己会处理好 就算要把孩子认回来 也要考虑郑林跟孩子的感受 可妈妈却着急想见孙子 第二天又厚着脸皮来到了郑林家 宇震妈说自己的儿媳至今没有怀孕 想让郑林认祖归宗 让儿媳领养孩子 郑林跟炳薰可以再生一个 妈妈简直要被她说的话给气死 你这个人脸皮也够厚的 凭什么我女儿生的孩子要你们家来养 此时奶奶走了进来 宇震妈拿出准备好的点心送给奶奶 奶奶一时嘴快 把郑林住在外婆家的消息说了出去 没想到婆婆立马就找了过来 郑林跟炳薰下班回外婆家 刚好看到宇震妈在门口 得知是宇震的母亲后 炳薰希望她离开不要影响他们的生活 可宇震妈却说 自己是孩子的亲奶奶 过来看一下孙子还不行吗 郑林告诉她 自己的孩子跟宇震没有关系 以后也不希望跟他们有什么牵扯 可老太婆却说自己有权利看孙子 一定要宇震把孩子接回去 说把孩子交给他们 郑林跟老公可以再生一个 自己的儿媳五年都没有生下孩子 可郑林却坚决不同意 没有见到孙子的宇震妈 回到家就开始哭个不停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妻子 给宇震打电话 担心妈妈的宇震回到家 妈妈就哭诉着说 自己到了郑林的外婆家 连孙子的面都没见到 就被郑林赶了回来 宇震怪她不应该去找郑林 孩子的是自己会解决 可妈妈却情绪激动地说 自己想见见孙子 难道有错了吗 没有想到他们的对话 刚好被儿媳听到 得知丈夫在外面有孩子 妻子犹如晴天霹雳 前几天还在那里跟自己说 就算自己一辈子没有怀孕 她也不会跟自己离婚 没想到宇震跟郑林的孩子 都已经五岁了 怪不得一点都不在乎 跟自己有没有孩子 可宇震却说自己跟郑林 是在结婚前才在一起 自己也刚刚知道孩子的事 可妻子还是没办法原谅宇震的欺骗 她质问宇震该怎么处理孩子的事 宇震也很纠结 妈妈想要接孙子回家 自己也对见了一面的正义念念不忘 婆婆觉得儿媳既然已经知道孩子的事 也不打算隐瞒了 告诉她自己想把孩子接回来 儿媳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可婆婆却说自己不想孩子 在那样的家庭生活 把孩子带过来 让儿媳教育她才放心 还劝儿媳要放宽心胸 为了让自己家的香火延续 老太婆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就像当初她拆散郑林跟儿子一样 只考虑到对自己有利的 根本不会顾及对方的感受 儿媳也是对这个婆婆彻底无语 既然你都决定了 那就按照你的意愿去办理就可以了 老太婆欣喜若狂 觉得这样的儿媳真是太明事理了 她怎么都不会知道 儿媳已经萌生了跟与郑离婚的念头 而这边与萱的妈妈找到郑林 拿出了准备好的离婚协议 让郑林赶紧签字跟与萱离婚 郑林哭泣着恳求婆婆 说只要婆婆肯原谅自己 不管让自己做什么都可以 可婆婆的要求只有一个 就是跟儿子与萱离婚 不知道该怎么办的郑林 只能失落地回到家 她拿出离婚协议给妈妈看 妈妈一想到自己女儿受的委屈 巴不得立马让郑林离婚 可爸爸却希望郑林能忍忍 毕竟已经离婚过一次 如果跟与萱再离婚 到时候真的要被土摸星子喷死 而且对郑林的影响也不好 绿绿寡欢的郑林回到家 看到与萱跟儿子在一起玩耍 她强忍着悲痛去给儿子打水洗脸 可与萱却在郑林的包中 发现了离婚协议书 她质问郑林离婚协议是哪里来的 得知是妈妈要求自己跟郑林离婚 与萱气冲冲地回到家里 让妈妈不要再干涉自己跟郑林的婚姻 可妈妈却说你不离婚 那么就看着你妈去死好了 面对妈妈的蛮不讲理 这一次与萱毫不犹豫地收拾好行李 离开了家 而这边 与萱的妻子也收拾好行李 没有跟任何人告别 就回到了娘家 与萱妈并不知道儿媳已经回娘家 还以为儿媳会按照自己的意愿领养证理 于是又甜不知耻地来到外婆家 看到保姆带着郑敏刚好回来 一眼就认出郑敏是自己的亲孙子 可保姆却急匆匆把孩子领进了门 老太婆看到心心念念的孙子 脚步就走不开了 在外面使劲地敲门 郑林得知与正妈居然找上了门 立马就赶回家 大声呵斥让与正妈赶紧离开 可老太婆却说什么都不愿意 无奈的郑敏只能打电话给宇正 郑敏无法原谅女正妈再次打乱自己的人生 为什么你妈妈就是这么专制 随心所欲一点都不考虑孩子 难道你们觉得我好欺负吗 宇正安抚着郑敏激动的情绪 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说在郑敏大学前 自己绝不会告诉他两个人的关系 而这边 丙萱妈为了让儿子跟郑敏离婚 又开始绝食抗议 丙萱一天不跟郑敏离婚 自己就一口饭都不吃 面对给自己生了儿子的初恋 表示很后悔当初没有坚持 听从了母亲的意愿 取了富家千金 可回到家得知妻子回娘家 又急急忙忙赶到岳母家 想要让妻子跟自己回去 宇正的妻子没有办法 接受宇正有孩子的事实 他说从一开始宇正就没有爱过自己 自己只是他生命中的一个过客 现在他决定放手 让宇正重新去选择爱人 宇正说自己绝不会跟他离婚 可妻子却无法接受自己的丈夫 心中永远有一个女人的位置 而这边 丙萱妈为了让丙萱离婚 已经绝食抗议三天 表妹实在看不下去了 于是打电话 遇见郑敏 得知消息后的郑敏赶到婆家 质问丙萱为什么要隐瞒 可丙萱却让他赶紧离开 看着奄奄一息的婆婆 郑敏实在不忍心 跪下来恳求婆婆 说只要吃饭自己 就会跟丙萱离婚 一听郑敏同意离婚 老太婆立马起身 从被褥下拿出离婚协议 看着郑敏签字离开 才重重地输了一口气 丙萱没有想到郑敏 这么容易放弃他们的感情 自己这么长久地坚持 到了最后还是被母亲击败 喝得鸣鼎大醉的丙萱 来到郑敏的外婆家 悲痛地告诉他们 自己跟郑敏离婚的事实 接着又来到岳母家 得知郑敏跟丙萱离婚 妈妈也很震惊 可没有人责怪丙萱 这么多年大家都知道 她是真心对郑敏奴子 妈妈问郑敏 难道不后悔放弃这么好的男人吗 可郑敏却无奈地说 不能因为自己的自私 让丙萱妈承受那么大的痛苦 一切的过错都是自己开始的 此时此刻 妈妈后悔不已 因为自己当初的选择 让女儿的人生承受如此大的痛苦 因为自己的原因 郑敏才会被与真妈嫌弃 到最后落得如此的下场 丙萱虽然跟郑敏离婚 可还是每天都会过来看儿子 老太婆不愿意了 直接打电话给郑敏 说你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吗 我儿子跟你离婚了 还天天去你那里 命运郑敏赶紧让丙萱回家 小姨表示很气愤 说郑敏就是太老实 老太婆自己管不着儿子 就过来欺负郑敏 丙萱实在无法接受自己跟郑敏分开 于是告诉郑敏 自己决定离开这里去国外工作 与真妈得知儿媳要跟儿子离婚 找到儿媳就开始一顿教育 我们家没有嫌弃你生不出孩子 现在我只是想让孙子认祖归宗 你表面答应我怎么现在又反悔 我们家是绝对不允许离婚的事情发生的 可儿媳却坚决要离婚 说自己已经无法忍受跟与真一起生活了 被妈妈逼迫跟妻子离婚后 为了让年幼的孩子不受伤害 决定离开故乡出国工作 丙萱说自己离开 到时候郑敏就会慢慢习惯 等长大一点 就可以告诉郑敏事情的真相 郑敏眼含泪水看着丙萱 丙萱一直是他们娘俩的守护伞 丙萱也不舍得郑敏跟孩子 他交给郑敏两本存折 说自己已经把抚养费跟孩子的学费准备好 让郑敏不用担心以后的生活 面对这个深爱自己的男人 郑敏沉默不予只能在丙萱的怀里哭泣 与真的妻子执意要离婚 妈妈都快被气炸了 自己当初嫌弃郑敏的妈妈离婚 现在自己的儿子女儿都离婚 自己的老脸还往哪里割 可豪漫儿媳根本就不会妥协 最终还是跟与真办理了离婚手续 这下子儿媳没有了 孙子也见不到 老太婆对着儿子就是一顿疯狂输出 可与真还是不怨不火 让妈妈不要参与孩子的事 妈妈怎么可能听她的 第二天就迫不及待的来到郑敏的外婆家 嚷嚷着要见自己的孙子 无奈之下与真找到郑敏 希望郑敏把孩子过户到自己名下 郑敏现在跟丙萱离婚 孩子跟着离婚的郑敏 以后肯定对她也有影响 她希望把郑敏过户到自己的名下 也想跟郑敏重新开始 可郑敏却拒绝了与真 说自己绝不会把孩子给他们 如果他们再这样继续纠缠 自己就会带着孩子永远的离开 爸爸其实也很担心与真提出亲子诉讼 觉得为了孩子 把郑敏过户到与真的名下 才是最好的打算 丙萱找到与真 说自己就要离开 也许一辈子都不会再回来 她希望与真能多去看看郑敏跟孩子 慢慢的让孩子接受她 等郑敏长大一点就告诉孩子事情的真相 而这边 郑敏拿出当初与真送给自己的木箱 想起曾经的种种 她带着郑敏来到之前跟与真经常见面的地方 看着眼前的孩子 她知道自己的心中一直爱着与真 此时此刻 心有灵犀的与真也走了过来 四目相对已是心灵神会 接下来的故事大家只能自己猜测了 随着孩子的长大 两个人也许最终会因为孩子走在一起 也许丙萱妈死了 丙萱又回到了郑敏母子的身边 编剧给了大家一个开放式的结尾 小编也只能在这里草草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一直陪伴 下期给大家带来更多精彩好剧 关系片里面与您需要您率e的 接下来的感谢